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内容题 江泽民逝世官媒大肆渲染致哀 转移白纸运动焦点 上海帮终结中国只有习核心 中共派罚政治走入历史 江泽民复告官方两次指六四为政治风波 历史重演王有呼下一个六四要来了 江泽民早就走了中国媒体人半月前贴文江水东流去 白纸革命唤醒中国抗争权记录 好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报道内容 江泽民逝世官媒大肆渲染致哀 转移白纸运动焦点 据中央社报道 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今天病逝后 官媒及入口网站首页均改为黑白色 新闻联播更用48分钟播报 民间则有人缅怀江泽民时代经济成长的景况 并指其死讯有效转移了白纸运动的焦点 新华社是在下午4点32分发布江泽民的死讯 连带公告中共中央具有复告性质的 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 尽管江泽民病危的消息十多年来不时传出 但新华社的发布仍然引起中国民间关注 成为网络热搜话题 迅速取代台面上最热门的防疫 及台面下最热议的白纸运动 江泽民的死讯快速抢占中国大小媒体的头条 今晚的央视新闻主播更以低沉缓慢的语气 播报复告 智商委员会公告 还演奏哀乐时间长达48分钟 充分营造出全党致哀的气氛 尽管如此 但据中共官媒记者透露 由于相关讯息单一 其他新闻的受关注程度 虽因此被挤占 但防疫等话题仍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 并未受到太大影响 2010年代初期 江泽民曾是中国年轻网友们热门梗的图标 更有长者 长者蛤蟆的称呼 当新华社发布消息后 长者走了 成为中国网络上最热门的一句话 不久江泽民任总书记期间的照片 影片及讲话 既在中国网络上大量涌现 不少网友借此表达怀念 这些影片中 包括外界熟悉的江泽民训斥港媒 长江水换后巡视大堤发表讲话 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专访 指挥中共高官唱歌 出访时以英语及西班牙语发表演讲 以及访问美国时弹奏电吉他等画面 还有他的许多知名题字 下方则满是网友们的追思 然而正值白纸运动兴起之际 传出江泽民的死讯 也引起部分中国网民议论 直问怎么这么巧 因此也出现了一些时机上的揣测 更有人戏称 先前传出只有刚被判刑的前艺人 吴亦凡越狱 才能有效转移白纸运动的焦点 没想到和江泽民离世比起来 吴亦凡出什么事都完全没法比 江泽民执政时期的事迹 也是中国民众议论的焦点 不少人表示江泽民此人虽然有争议 但他的时代中国经济是天天向上 日子过得有盼头 而言论尺度创作空间和社会气氛相对宽松 更有人拿江泽民时代与现任中共总书记 习近平时代做对照 直指如今方向相反 掉头向下 哎 不多说 颇有讽刺意味 一名体制内退休的中共官员在朋友圈表示 江泽民时代在政治改革方面虽有倒退 但在改革开放方面却取得巨大成就 使中国经济成长迅速 民众生活水平快速提高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大家现在怀念江泽民 一方面是肯定他在这方面的贡献 更多的则是在怀念那个蓬勃发展宽松向上 言论环境包容但再也不会回来的年代 此外还有中国网友拿出已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遇刺时的梗 贴出梁静如的可惜不是你 及台湾歌手卢绿明下一个就是你 充满暗讽戏谑的意味 好我们继续看有关江泽民的报道 江泽民去世上海帮终结 中国只有习核心 据法广报道 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今天过世引发评论 江泽民是中共继毛泽东邓小平之后的第三代领导人 他今天过世标志了中国政坛 如今唯有习核心 而江泽民与一下曾经全请一时的上海帮 则彻底告衰微 据中央社报道称 江泽民自1989年6月24号到2002年11月15号担任中共总书记 至2003年3月卸下国家主席职务 直到2004年9月及2005年3月 才先后卸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及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执掌党政军长达15年 江泽民任内发生过的主要事件包括 1993年两岸分治后首次官方级会晤的孤汪会谈 1997年与1999年的香港澳门主权移交 1999年美军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 并造成三名中国人死亡 2001年中美南海撞击导致中国一架军机坠毁 且飞行员死亡等影响两岸三地及中美关系的大事件 此外1999年4月25号 有约1万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中南海附近静坐抗议 震动中共中央 当年10月江泽民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时说 法轮功是危害社会和人民的邪教 当局并对法轮功学员展开逮捕 引发外界对相关人权议题的关注 同样在江泽民任内 中国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大幅提升了中国在全球经贸链的角色 也提供国内经济高速成长的动力 中央社说 有中共地方官员总结江泽民的主政说 国内评价比海外好 现在有不少怀念他的声音 许多中国年轻人形成崇拜江泽民的网络次文化 称之为摩哈文化 原本有恶搞取笑他戴上眼镜后像蛤蟆之意 但分析指出 这种崇拜也隐含了对当前执政者的不满 江泽民是江苏扬州人 但与上海关系深厚 他194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 职业生涯从上海开始 且一路受到曾任上海市长的汪道涵提拔举荐 1985年任上海市长 1987年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 退休后也长居上海 江泽民对中国政坛的影响 是在担任国家领导人期间 提拔一些出身中共上海市委 上海市政府的领导 至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担任高级职务 这些依附的人马被称为上海帮或江派 即使在他卸下国家领导人的职务后 胡锦涛执政期间 江泽民的影响力仍在 据中央社的报道说 所谓上海帮外界认为 包括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吴邦国 前中国国家副主席曾庆红 已故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黄菊 前中共政治局委员陈良宇 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韩正等人 习近平2012年底上台后 逐步巩固自己的地位 大力速贪反腐 在党政军和经济领域盘根错节的江派势力 因而逐渐示威 2016年10月 中共18节6中全会更是首次提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说法 该报道称 随着政坛老人的去职过失 研究中共人事的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扣建文指出 韩正是上海帮的少数幸存者 如今江泽民过世 上海帮的象征性存在也在消逝 可以确定的是 习核心是将来 未来至少10年 中共最受瞩目的派系力量 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果世 日本产经新闻北京特派员西建尤章认为 这代表江泽民所塑造的派伐政治走入历史 所谓派伐政治是日本政党政治的最大特点 在派伐政治下 同属一党的议员因为利益不同 以某个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为核心 结成一个个具有一定组织形式的小团体 文章指出 江泽民主政时创设上海帮 并在卸任总书记后 持续透过自己的人马 在中共政治局前置继任者胡锦涛 胡锦涛属于共青团系统 俗称团派 江泽民为了不让同属团派的 李克强接班继续掌权 决定扶植习近平接总书记 李克强接国务院总理 胡锦涛时代的集体领导 在习近平眼中十分脆弱 成不了什么大事 10年前在中共十八大继位后 习近平发起全国性速摊运动 逐步铲除上海帮的势力 20大闭幕式上 胡锦涛被提前离席的一幕 震惊全球 李克强、胡春华全部出局 象征团派也玩完了 江泽民复告 官方两次指六四为政治风波 综合媒体报道 中共前总书记 前国家主席江泽民 今天逝世 中国官方迅速发表 告中国人民复告书 复告高度评价江泽民 称同志 并指江泽民逝世 对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 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复告两次提到 89年中国民主运动 用词为政治风波 据官方复告说 1989年春夏之交 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 江泽民同志拥护和执行党中央 关于旗帜鲜明反对动乱 捍卫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决策 仅仅依靠广大党员 干部群众 有力维护上海稳定 复告称江泽民同志是党的第三代 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20世纪80年代末 90年代初 国际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 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 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面临空前巨大的困难和压力 复告称江泽民同志的事实 对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 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化悲痛为力量 继承江泽民同志的一致 以实际行动表达我们的悼念 复告呼吁 我们一定要更加自觉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历史重演 江泽民病逝王有呼 下一个六四要来了 据自由时报报道 在白纸革命遍地开花之际 中国前领导人江泽民 今天30号惊传病逝 享年96岁 引发国际热议 推特上不少中国网友认为 江泽民的离去 可能会让白纸运动进一步升级 直呼下一个六四要来了 中国官媒新华社 今天下午发布重磅消息指出 重生于安徽省辉州的 中共前国家主席 中共总书记和军委主席江泽民 因患白血病合并多脏气功能衰竭 经抢救仍回天乏术 于11月30号中午12点13分 在上海病逝 享年96岁 消息一出随即引发国际关注 各大外媒争相报道 不少中国海外华人翻墙网友 纷纷在推特议论此事 不少人直呼江泽民的死 有当年胡耀邦病逝的记事感 后面更大的是要来了 和那年挺像啊 山雨欲来风满楼 下一个六四快来了 为什么历史这样的相似 八九学运时胡耀邦去世 八学运推到了高点 这次又是白纸革命 虽然江泽民和胡耀邦比不了 但总比习诸头强 群众大概会在缅怀江泽民时代的过程中 升级抗争 还有中国网友愤恨表示 希望下一个就是他 江主席能不能把他也带走 把包子也带走吧 我求求你了 而这里所谓的他和包子 明显是指现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中国前领导人胡耀邦于1989年4月15号 在北京病逝 享年74岁 他的离世是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导火索 当时中国官场贪腐严重 人民为缅怀胡耀邦执政时的开放青年形象 不少青年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悼念抗议 后续发展成为学生与民间联合运动 最终导致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 好 我们继续看下面的报道 江泽民早就走了 中国媒体人半月前贴文江水东流去 据自由时报报道 今天30号传出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逝世的消息 震惊国际各界 不过中国媒体人秦峰早于本月13号 就在微博上贴出一则江水东流去的贴文 当时引发许多揣测 也让人不禁猜测江泽民是否早已实施 而非中共官媒所报道的今天 综合中国媒体报道 江泽民因患白血病合并多脏气功能衰竭 抢救无效 于今天12点13分在上海病逝 享年96岁 秦峰在本月13号 于微博贴出秋天红夜风景照 并写下江水东流去的注解 当时引发许多揣测 认为是暗指江泽民离世 中国财经专家印和田 也将此消息分享到脸书 引发讨论 不过后来该篇微博贴文则被删除 今天传出江泽民逝世的消息后 秦峰又于微博贴文表示 再说一次吧江水东流去 证实先前的贴文就是在指这则消息 不过该篇新贴文则被微博战方 开启隐藏评论的功能 白纸革命唤醒中国抗争全记录 据法广报道 过去一周中国许多城市的数千名中国人 抗议中国的新冠封锁政策 这是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2012年上台以来最大规模的公然蔑视行为之一 由白纸革命回溯近几十年来中国意见记载 路透社列出了抗议事件年表 1978年民主墙运动 1970年代后期 在中国动荡的文化大革命之后 有人在北京西单大街的砖墙上 张贴大字报海报 这就是所谓的民主墙 数千人在11月下旬游行 呼吁加强民主 1989年北京天安门广场 在要求西式自由和民主改革的学生的带领下 多达10万人在广场上聚集了几个月 抗议蔓延到西安、长沙、成都和上海 6月4日军队向手无寸铁的平民开火 人权组织称数百人或许数千人被杀 一名被称为坦克人的孤独抗议者 挡住了长安街上的一排坦克 1999年超过10万名法轮功精神团体成员 聚集在中国最高领导大院中南海外 进行无声抗议 当局后来称该组织为邪教 并逮捕了数千人 2008年西藏 数百名僧人在西藏首府拉萨游行 引发抗议和冲突 西藏人群焚烧商店 据报道有18人死亡 抗议活动蔓延到中国西部的130多个地方 中国加强安全措施 访问受到限制 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 后来说该地区已经成为人间地狱 2009年新疆 在该地区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民族骚乱中 维吾尔族人在中国南部一家工厂 发生涉及维吾尔族工人的事件后 袭击了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占多数的汉族人 官方数据显示 血腥冲突夺去了197人的生命 中国后来建造了大量所谓设施 将新疆变成了一个联合国小组 所描述的秘密的大规模拘留营 2011年茉莉花抗议 继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等中东民主运动后 中国网民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多个城市 发出小规模公开示威 要求政治改革 中国茉莉花抗议被扼杀在萌芽状态 2011年一名抗议煤矿造成的污染的牧民 肇事逃逸身亡后 内蒙古部分地区受到蒙古族抗议活动的影响 2020年蒙古族罕见的抗议改变学校课程 将蒙古语从核心科目中删除 2011年乌坎 中国南部渔村乌坎爆发了抗议腐败官员 强占土地的抗议活动 抗争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 并以当局罕见的民主让步结束 包括举行村民选举 在后来的岁月里 许多抗争领导人被捕入狱 2016年爆发了新的抗议活动 但随着更多人被捕而被平息 2013年1月南方周末抗议活动 要求更大媒体自由的小规模公开示威 在中国最自由的报社之外举行了几天 总部设在广州的南方周末 后来受到更严格的政府控制和审查 许多思想自由的记者被迫退出或辞职 2015年7月 作为队友争取结束中国专制统治的权力集团 和个人松散组成新公民运动部分回应 中国当局于7月9日 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镇压行动 名为709镇压 导致300多名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被捕 其中包括李和平、许志勇、丁家席 其中一些人被单独关押或监视居住 并遭受酷刑 2019年数月的时间里 数以百万计的香港人举行了民主抗议活动 这是自1989年以来 对北京领导人最大胆、最持久的挑战 中国后来实施了一项强有力的国家安全法 逮捕了数十名民主人士 并关闭了公民社会团体和自由媒体 包括苹果日报 2022年河南银行抗议活动 数千人抗议以河南和安徽省农村银行为中心的银行 欺诈丑闻中失去储蓄 公众抗议活动愈演愈烈 2022年10月 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党代会召开之前 一名男子在北京四通的立交桥上悬挂白色横幅 一些口号包括我们不要最高领袖 我们要投票和不要做奴隶 要做公民 这位被称为桥梁人或新坦克人的抗议者 激励了一些抗议者 他们现在呼吁更广泛的自由和结束清零封锁措施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 分享 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